搞成4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改成很多玩法 其实你要看,比如说 猜2个、3个、4个、5个 比如之前有猜4个数字的 几A、几B 其实也可以类似像这样把它改 它只是乱数变成说 你就要乱数产生有4个数字 然后位置对好像就是A 然后数字对是B 几A、几B 但是呢 它的程式逻辑一定又比这个还更复杂 至于怎么写 好像这有时候还是要思考一下 我们先从简单的来看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标准的写法跟我后来改的写法 其实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就在后面这个地方不判断 而是其中都在底下这个地方判断 刚刚那个标准的写法是 这边要先判断 所以上面先输入再判断一次 以下才会产生再输入再判断 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写法好处就是说 把它分开来了 反正你就先做 然后做完之后先输入再判断 如果有拆对的话记得多一个调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只能拆三次 三次拆不对的话 那就不能拆的话 那第一个方法 把后回圈改成后回圈就搞定 有没有 后一冒后之 反而你无穷回圈 后一冒后其实就是有无穷回圈 所以这种写法也蛮危险的 所以这种写法也满危险说 如果你假如坏音笆的话 没有 到不了 druck preocup的话 那这个回圈会 不断不断的 去做 去做一定 要跳到druck 所以假设 假设 我们数字拆得还比较小 1到20 如果你假設一到一百的話 或是一到一千,那不得了 它恐怕有點拆不完 那你就沒辦法,不會渴了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把它改一下 只能拆三次的話 第一個,就是不能一直無止盡的拆 所以呢,我把 先Ctrl-1,註解一下 改一下,改成什麼呢? 改成只能拆三次 就是我前面講過的,做回圈 for i 什麼呢? in-range 有沒有 然後range的話呢,就是只能夠 假設1-4就可以了 因為它只會執行1-2-3 那4就stop,離開了 所以呢,也就是會執行三次 好,ok 那後面加一個冒號 ok,for i-in-range 1-4 那接下來當然你可以try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會跑 只讓你拆三次了 執行一下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隨便拆啦 10,隨便拆打10好了 你會看一下喔 1-2-3 第4,第3次的話Enter 它還是提示,你就離開了 ok 對不對 不過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有沒有 其實這樣也ok 雖然拆三次 當然你如果更貼心一點,應該跟它講說 怎麼 只能拆三次 然後 你還 就是答案為 甚至 就是你還沒猜對的話 那我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所以 如果比較貼心一點的做法應該是什麼 就是在邏輯裡面 再加一個敘述 就是跟它講說 如果你猜的是第三次了 最後一次了 而且還沒猜對的話 那我直接把答案倒數你好了 所以喔 假如說你要讓這個程式更貼心一點的話 可以怎麼改 你就加一個判斷吧 你加在第一個 我這邊加一個1L 它變成第二個 然後在它上面加一個1L 如果什麼呢 猜了第三次 那就是I等於3 1 2 3 I等於3 表示它猜第三次 而且 等於 記得等於等於 而且 end 而且 沒猜對 沒猜對的話應該什麼 去 就是猜的那個 不等於 不等於 金探號 等於 rnd的話 這個叫 而且沒猜對的話 那 那我做什麼呢 跟它講說 printer 這個敘述比較長 我直接拿那個 雲端上這邊 而且沒猜對的話 那 那我這邊給它一個敘述好了 答錯了 然後 只能拆三次 最後的話 我把答案把它放到尾巴來 加一個什麼 痘點 加一個rnd 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就可以去 那個 printer後面 當然我們前面的 教法是 你可以 在這邊串一個rnd 但要轉型 因為rnd的話它是一個整處 那printer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如果你不轉型的話 直接把它當一個引述 直接在後面加一個痘點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字串 直接串下面這個字 就不需要轉型 如果是用這個方法的話 不用轉型 OK 只是說你輸出的話 它會多個空白 答錯了 只能猜猜 那答案尾 這邊冒號後面會有個空白 然後就是把答案秀出來給你 好 這樣的話等於是比較貼心 但你不加這個敘述的話 一樣 真的也只能跑三次 只是說沒那麼貼心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執行一下 OK 執行 那你會發現 一樣 我就輸入十 一樣 我就輸入三個都十 那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是 輸入完剛剛不會提示 就結束了 感覺好像少了什麼 那我們現在如果讓它 比較貼心一點的話 那我們等於是在邏輯判斷裡面多一個 就是它猜了第三次囉 而且也沒猜對 有沒有 這個地方多這個 那就貼心一點跟它講說 你答錯了 而且你只能猜三次 那我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所以最後一次 Enter 它就會跳哪一個邏輯 這個敘述有沒有看到 答錯了 只能猜三次 而且最後很貼心告訴它的答案是多少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顯示 OK 這樣感覺會比較貼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城市 跑也是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說 感覺好像就少做了什麼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 第一個方法 那可能就有什麼意思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用做回圈 我還是堅持用換回圈的話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判斷說它已經猜了三次 然後還是要第三次的地方還是把它停掉 不讓它繼續拆 有什麼方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這一題 我第一個是先把那個畫我一冒號把它註解 Ctrl1 然後改一個負回圈 就是它的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畫我一冒號 如果以後你要給它一個範圍限制的話 很簡單 就把它改一個負回圈 就表示說呢 它只能跑幾次了 OK 所以這兩個 這樣子改應該相對會比較簡單 那只是說呢 比較貼心的做法 就是說 除了我改動它的次數之外 我還最後呢 貼心的告訴它說 你猜最後一次 那我不讓你繼續猜的原因 還順便告訴你 還把答案告訴你 這樣相對的會比較完整一些些 所以後面呢 我就是在原來的那個邏輯判斷 上面再加一個一幅 OK 把它加在上面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加在上面 我加在中間 那也可以啦 只是說 把EL 看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其實它也都可以 做出一樣的結果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可是如果說呢 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希望用 怎麼講 累積 像我剛剛有提過 我不用負圍圈的話 那另外有一個方法 跟剛剛 改成畫圍圈有得像 畫圍圈後面好像有一個 累加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用累加的概念 來寫 只能夠拆幾次的這樣的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第一個方法 先試一下 好 然後 一張 來 谢谢观看